您说咱们这个是不是中国的节日都跟吃有关系 有 当然中国不其实是节日 外国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一见面问吃了没 而且中国这些年富裕了吧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形 就是一到聚会的时候 不仅是大鱼大肉大家在那经有味吃 而且说的话题还是吃 而且经常这个吃是回忆当年怎么没吃没喝的时候 如何就是吃的更有味道 那一就那您说那一斤肉 当时比如二两肉怎么炒肉丝在什么地方 和谁又说的精精乐道 你这个话题如果不打断的话 我遇到很多次从头说到尾都是吃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期的饥饿 这一辈子的机会 长期的饥饿所造成的 那个基辛格的回忆录啊 Kissinger他回忆录 他说他就是第一次来北京 后来又陪这个尼克松来 说每顿饭吃的呀 他说他预料 他估计中国古代肯定把一个外国大师给饿死了 所以见着外国人呢 就是吃满汉圈肌 我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遗传细胞里的有饥饿基因 这个他是他著名的这个观点 所以说你比如说现在这春节 吃都不成什么问题了 都大吃大喝了 气氛呢也就没那么迫切 不农村里的还有啊 农村里的还有什么汉船的龙登啊 南方的这个耍狮子什么的 我呀我提倡过一个事 没有没有人响应 我是觉得这个春节呀 应该大做这个就是唱大戏 它是一个民族戏曲的节日 过去我 被春晚代替了 对了 我年轻的时候啊 我小的时候啊 那时候所谓所谓旧社会 一过春节北京的这所有的商店 除了中药铺 开一个小孔以外 别的商店起码休息五天 注意到住午 最起码是休息五天 那么长的就休息十五天 到中秋节 干什么呢 一个是探亲回家 不走的就唱戏 你不管什么铺子 他上着外边上着板 这个上海叫什么打烊啊 打烊